大家好,我是Stan 4月19号,Astro姆兵离开我们后 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网路上就出现了很多谣言 而最近更是有很多韩国Astro粉丝们发文表示 因为公司安排Astro杀人般的行程 不照顾成员们的健康 以及放任黑粉酸盐 导致了姆兵的事情而指责Astro的所属公司 然后在6月13号 所属公司在Astro的广卡上传了姆兵母亲的信 我们先来看一下信的内容 首先感谢粉丝们从远方访问 送来话读语信 我也收到了许多安慰 真心的感谢大家 希望粉丝们也能得到许多安慰与健康 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原因是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悼念以及思念我的儿子 但我在某些手术论坛看到了很多的谣言产生 作为妈妈,这些谣言让我很难受 我担心这些并非事实的传闻会给许多人带来伤害 也担心会伤害到真心思念母兵的粉丝们的心情 希望不要有关于我儿子未经证实的谣言产生 希望母兵曾经热爱的粉丝们不要受到伤害 而母亲的这封信却在韩网掀起了热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网友们的反应 要解释的是所属公司为什么要以属当盾盘躲在后面 做的好像是过了哀悼期间就会解释说明 情况不利就把家人带出来 小学生也不会做这么卑鄙的事情 我就知道会这样 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就好像是事实一样在那里说 谁对谁错 送走儿子心若刀割的母亲会有多痛苦呢 粉丝就了不起吗 对王者一点都没有礼貌 已经看得出来身体状况不好 也不更改取消行程 我真的想要公司解释这一点 还以为过了哀悼期间就会说明 看到母亲代替公司发文真的感到太失望了 公司只知道保持沉默 虽然很喜欢孩子们 但几位公司想要脱粉 又不是本人也不是公司的人 却说什么过劳死 真的是无法理解 你们只是需要被指责的人吧 虽然不知道过劳死是不是真的 但过劳是真的 有这么多水军真的很恶心 一点都不会 因为所属公司这两个月一句说明都没有 而愤怒的粉丝们着想 看到49G当天没有上传有关母亲的内容 而是宣传信任男团就看穿了 都这样了还一直替公司说话的人 真的是 不要再啰嗦了 看到最后一句 希望孟宾曾经热爱的粉丝们不要受到伤害 眼泪就开始直流 看到这个过去时 今天我的心也碎了 孟宾只希望你能幸福 我们的祈祷能达到你那边 真的很怀念你 想念你 所以对于孟宾母亲的发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留下来的成员米颜 背包曾帮助校园霸凌受害者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昨天 跟几个人关系很好的孩子 真的很漂亮 当时孩子们因为米颜是 YG练习生 而不敢轻易接近米颜 所以也就是说 米颜真的是 我爱你